中國大陸的風控影響 是重傷了全球的供應鏈 所以台北股市近期 其實很難免受到拖累 因為昨天不是才剛剛狂拉300多點 翻紅嗎 大家原本就很期待今天的行情 結果您看今天的走勢 竟然又陷入了16000保衛戰 最終還是下跌55點 而且三大法人竟然還在砍殺 外資甚至是賣超超過150億 今天盤面上這量比較多的 這個資金的族群是半導體 大概有三成 還有航運類股 可是其實最近這個台股的波動 對於不管是純股族 或是比較短線的這些投資人來說 真的覺得錢滿難賺的 到底這個現在市場怎麼看呢 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張錫悠 他其實一直都是 永遠的多軍指揮 他就說其實台股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了 現在是在量縮打底之後 就有機會可以逐步的回升 可是第一金頭顧是這樣看 他覺得還在走空 現在有兩大因素 一個就是中國的封城 第二個就是俄屋戰爭 這兩項其中一項沒有結果的話 台股恐怕很難上漲 而且我們還得看 護國神山台積電 台積電公布了第一季的際配息 竟然又是2.75元 所以股民有點失望 真好羨慕護國神山台積電 從員工再出招 買自家股票竟然還有補貼 像是台灣員工 每月可以提撥15%的月薪 拿去買自家股票 公司會補助15% 換言之就是自動打85折 不只10月正式上路 持股還能自由處分 不過回過頭來看看小股民 恐怕荷包都還在哭泣 台積電股價古底難翻身 11號雖然佔別頹勢 收盤漲3元收在521元 不過自年初以來 已經下跌百元 公布配息同樣讓股民大失所望 第一季EPS 7.82元 創下單季新高 不過配發現金股力只有2.75元 雖然跟去年持平 不過仔細悄悄有貓膩 配息率竟然從51% 滑到35%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由去年的300億 然後變到了今年的400到440億 台積電的一個財務運作狀況來講 安全第一其實是 最重要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維持足夠的現金 這是台積電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考量 不過眼下台積電股價疲弱 又傳出明年1月起 全面調漲晶圓代工價格 漲幅還高達6% 市場疑惑是否有意救股價 我們認為台積電調漲價格的這個部分 純粹是一個子虛烏有 去年整體的台積電 在12吋晶圓的部分 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調漲價格的動作 而在8吋晶圓的話 其實每一季所調漲的幅度 也都是大概在3個百分點 到5個百分點之間 而根本沒有看過 超過5個百分點的漲幅 況且台積電手中客戶可都是蘋果 超微虧達這些大咖 代工價格恐難說漲就漲 專家認為不排除可能是 IC設計業者想搶先一步 阻止漲價發生 先放話讓客戶主動關切 不過無論代工價格 寒張有也沒有 股價都弱弱的 恐怕還得配息改發整數 股東比較買單 東森財經新聞 彭德宇 亂言潔台北報導